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昨天23届四星高中生人气王Mike Williams 打完了他高四赛季的最后一场常规赛 他率领圣一希德罗高中 以112比83战胜伯洛拉山谷高中 Mike Williams本场砍下25分11助攻两篮板两抢断 依然使出了全力 对手球员完全防不住他 其实Mike本赛季的数据端从不落人后 而且在尝试将助攻术打上去 可惜圣一希德罗所处的赛区实在没什么含金量 他的助攻也大多,形式多过本质 所以现在在四大体育媒体上 Mike都交出了五星高中生的身份 在过去的一年,他的排名一直在下滑 尤其是EXPN已经下滑到了23届第34位 Mike曾经的小弟Browney整体上实现了对于他的超越 接下来Mike将会率领圣一希德罗打CIFG后赛 但赛区含金量的问题仍然存在 看起来在高中期间 不管Mike打出多目报的数据 都很难为自己证明 他能做的只有下赛季去孟菲斯大学 在D1层级的赛场上搅出优异表现 方能重新打回口碑,提升未来的选球行情 至于Browney James 在昨天被on3体育将排名提升到全美第28位之后 今天他在胡人主场见证了其父亲詹姆斯 砍下38分,常规赛总得分 来到38390分 成功超越天国甲巴尔 加冕NBA历史常规赛得分王 在詹姆斯命中超越一球的时候 Browney好像心有灵犀一般 早已站了起来拿着手机 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看起来Browney比赛场的任何人都要兴奋 赛后他将拍摄视频分享给了他的老爸 詹姆斯笑得合不拢嘴 相信对于詹姆斯来说 在两个未来也将成为职业球员的儿子面前 登顶历史常规赛得分王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除此之外 一众NBA球星也发来了祝贺 甚至雷霆球星Josh Giddy也表示 在我成长过程中 詹姆斯就是我最喜欢的球员 他20年来的兢兢业业 理应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完美偶像 在詹姆斯成为历史常规赛得分王之后 史上最佳之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大鲨于奥尼尔赛后也看着脑不嫌事大 直接问詹姆斯 你现在是历史最佳了吗 老詹委婉地回答道 我觉得应该让别人去做判定 可大鲨于并没有善罢甘休 我要从你嘴里听到答案 老詹接着说 从个人角度来说 我认为我是史上最佳 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和看法 我绝对尊重 比赛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在Bronny和Brice旁边坐着的 正是Nike品牌的掌门人Phil Knight 他和詹姆斯家族关系密切 同时Nike不仅仅总部在俄勒冈 更是俄勒冈大学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也许暗示着 Bronny将会选择俄勒冈大学 作为高中毕业后的下家 他现在已经将范围缩小到了 南加大、俄勒冈和俄亥俄州里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